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您好 我是梁煙成 繼續和大家說說世界大事 北韓 朝鮮 最近和美國沒有那麼好關係 最主要是北韓希望 和美國談判 北韓答應取消核武 但是美國也要逐步放寬對韓國的制裁 但是美國就不肯讓步 要朝鮮讓了才會不制裁 這情況已經不太樂觀了 現在美國對俄羅斯銀行進行制裁 因為這些俄羅斯銀行 和朝鮮展開了業務的交往 顯明已經開始有人偷偷地和北韓做生意 而且在公海上進行石油走私 最近的報道 都涉及 那個量是相當大 是超過聯合國規定的定額 當然還有非法進口 非法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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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也幫他們買東西 這方面 都造成 一個 北韓 朝鮮就开始不需要那么听话了 为什么呢 这个很简单 美国这些贸易战对南韩的打击都是很大 而南韩在打击之下 他又会和北韩搞好一些关系 来到对美国表示抗议 中国同样 过去中国和南韩都一起 帮美国去打击北韩 现在美国忽然用贸易战对付曾经一度合作的国家 所以这些国家的反击的时候 就开始和北韩偷偷地往来 所以制裁就不会真的成功了 其实只要中国不是真的制裁北韩 完完的货品就可以由中国进入北韩 北韩又不用再听美国话了 所以美国以为可以架空中国 直接和北韩谈谈以后 北韩发展成为有钱的国家 但是有些地方太强硬 令北韩已经不太信任他 他不肯逐步放宽制裁 北韩已经觉得 你都没有活准的余地 所以北韩就不断和南韩 以及中国交往 是谈好后路先 所以美国不满 金正恩两次去中国 即是见习近平 谈好美国的新处境 大力新处境的状况 如果中国和美国合作 因为大家很老友 当然北韩就没有路走 但是现在美国又用贸易战来打击中国 中国又立刻不会和美国合作 对北韩又宽松了 所以现在各方面 北韩遭遇到制裁所有的难题 可能因着南韩以及中国的宽松 令到他多回活准的余地 就不用对美国让步了 所以如果北韩这条线 特朗普以为他最成功的一个做法 结果如果北韩他都搞不定 那就造成特朗普的近期 以为尖尖自起的发展 就全部倒档了 他尖尖自起一方面以为北韩听他说 另外一方面以为 跟俄罗斯可以谈 结果这些全部都倒档 现在又要制裁俄罗斯 北韩开始不听话 跟中国打贸易战 中国反击的时候 又杀到美国自己都受伤 虽然大家都没伤到筋肉 但是那些伤慢慢地形成民意 对他的批评 是支持他那些人对他批评 这样才是问题 所以特朗普近期都有一些浮躁 说些话就更加不是很理性 但是中国如果坚持不让步 那是不是要特朗普美国让步呢 特朗普的性格就不会狠的 但是如果逼到来 那他怎样处理呢 他会不会有些新的空间流出来呢 那即管看看 那看来这次中国都站硬 不让的话 那美国呢 就有没有可以 开新的空间去处理 因为美国一站硬 迫中国 中国又站硬 那中国又不怕你硬下去呢 那美国可能都要让步才行 加坟了吧 好